看一看 也是個翡翠 這也是個薄片 趕快翻過來看 看風底 這裡實際上很不安 它也是很薄 但是跟剛剛的滿綠不一樣 它這邊有一些些地方 顏色比較淺 感覺也很靈巧 來 這個是自己買的 對 這是我自己買的 來 多少年前 多少錢 好久了 八十幾年 八十五年買的 英國八十五年買的 那時候在哪邊 珠寶行還是 對 我就這樣逛街 是 那時候都是吉馬店 對 銀行 都是吉馬店在賣這些 然後它賣你 三萬八 含這個鏈子 對 整個 含這條鏈子 這條鏈子大概應該要 七八千塊 這條鏈子要七八千塊 然後你說這個玉米買多少錢 我就連那個 整個就三萬八 三萬八 含鏈子 對 這個看起來還不錯 好 那你很喜歡買那個 這個就是護身的這些 翠玉之類的 對啊 我覺得滿適合你 因為你的氣質非常好 謝謝 舞蹈老師像你氣質 這麼好的很少 沒有啦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他堅決的就是你 秦老闆 秦老闆 你懂嗎 舞蹈老師我也見過非常多 長得漂亮的也不少 但是氣質好的不多 謝謝 謝謝 今天很幸運 秦老闆面對面的時候這樣講 好 怎麼秦老闆講話 秦老闆是針對全國觀眾啊 這講話一定要有什麼 要有公信力 對... 那趕緊幫我們美女老師 所以你氣質好再配這個翡翠 那是相得益長 謝謝 非常好 好的 那這個我看過了 這塊玉呢 感覺起來還行 但是它呢 是一個很小的一塊 然後它裡面的雜質 好像也不少 對 是 所以沒關係 我們也評估一下 多少錢 好嗎 好 來 請見價 一萬五千元 謝謝 這個有虧到 這也是一個國片 而且帶一點灰藍 所以說這個顏色 也不是很正宗 是 不過沒有關係 我覺得 然後這條KG項鍊 我覺得戴起來 應該也不錯 只是它的這些配鑽 其實都是蠻... 蠻刺的 也就是說 創一些酸的皮 黏涼 所以這個可能差一點 好 不過沒關係 戴在老師的身上 一定是 對不對 特別漂亮 來 這個 藍寶戒指 它 我覺得它顏色很深 這個藍寶 很深的藍色 那是男戒嗎 還是女戒 藍戒 對 每次戴都鬆鬆的 可是我覺得 如果是男生的話 這個藍寶是有一點小 對不對 是比較小了一點 不過這個檯子還算 還滿中性的 你是買了這個戒指 準備要送給你心儀的男生嗎 沒有 我都是把它放著 自己收藏 那你幹嘛買一個 這應該是隱戒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戴的時候 就是鬆鬆的 多少年前 這好久了 也是八十幾年買的 八十三年 八十三 對啦 而且在有名的台南國華街 國華街 我現在只要吃小吃 那是國華街 當時 小姐的米粉 對啊 我只知道 這是小吃 我不知道當時國華街 是很多有名的珠寶店 黑淋飯 珠寶店 國華街 沒有 應該是中正路跟西門路 還有友愛街 可是它是一條 國華街的話 算是一些小的店 那個都是後來開的 而且它很妙喔 它是為人要去買什麼才看到 沒有 我有椅子那個 手錶滿貼心的 它那個台 我覺得不好看 我要去換 那個圈 對 那個圈 我覺得那個不好看 然後我又貼它錢又換 然後當它在貼 當它在換的時候 我剛好看到這個 藍寶石 我就很漂亮 結果他就要帶回家 我就不管能不能帶 我就問他多少錢 多少錢 你是哪一條路轉到國華街 我從中正路啊 中正路又轉國華街 它是賣珍珠很有名 其他的話大概都是 又賣錶 然後又賣珠寶的話 那個就不是很專業的 聽到這樣 我很害怕 因為老闆開價很高 來 老闆開多少錢 那時候 他看你喜歡 他開多少 他開五萬 結果呢 結果 三萬 殺到三萬錢就 三萬 老師你比較興趣 為什麼呢 因為你買東西喔 它不是你的專長 對不對 你的專長是舞蹈 對不對 所以買東西的時候 像我去買東西 也不見得都買對 有的時候也看錯 走眼都有可能 這不是你的錯 好不好 這應該是多少錢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幫忙評估一下 殺價變三萬成交 請見價 一萬五千 老師 請您報告一下 你這個牌 它是模具牌 然後那香的鑽石 也是 不爛不雪 對 那就是不好 這個鑽石都沒有光芒 這個藍寶石 是 那藍寶石呢 我就說過 我說 有關於這個有色寶石 基本上它都有顆面 如果做淡面的話 就表示這個質地 本來就不好 它是這個原因 那其實在以前 這種老的珠寶店買東西 他們的東西其實不是 他們自己去購入的 都是一些跑大街的人 所以說從工廠出來 就那個批發到小的珠寶店 對 一腳 一腳賺差不多一萬塊 工廠賺一萬 本錢就賺一萬 賺三萬 意思就是這樣 難怪殺到三萬還成交 對 所以以前當初 我當初在台南的時候 我應該去學國標舞的 現在練也不只 可以收這種五十歲的學生嗎 可以啊 楊姐有在收 秦老闆這位大哥有告誡我 對 所以要學是他先 要接近女色 所以只能夠學瑜伽 清淨我的心靈 原來如此 好吧 那這機關也是 你老師教的啊 他只能指定男老師 學 都可以 最高級的那個瑜伽老師 是男老師 對啊 你不能進女色啦 他的 老師教你們 清清寡慕的法師 最安全的瑜伽這樣子 再看看下一片 我覺得這個應該 應該透懂 這邊不錯 應該透懂啊 你看 很透 很透 很透的 很漂亮的 而且感覺上面 刻得很如意 很幸運 一定很漂亮 可是 而且他個高 我覺得這個尺寸 對他來講 其實是剛好的 可是這一件啊 是我同學 他老公買給他的 生日禮物 那為什麼同學生日禮物 在你身上 因為我們初五有聚餐 然後我說我要去 你是說剛剛嗎 不是 不是 就今年初五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要去錄那個大尋寶家 他說他老公有送他一塊 如意 然後我說OK啊 那我就拿去看看 對 可是他說他老公 買了 老公九萬五是幾年前買的 十一年前 十一年前的九萬五 OK 送給你同學生日禮物 這一塊刻的是那個 那個靈芝 靈芝 靈芝在我們中國人來講 它是一個 性運草 性運草 代表什麼呢 代表富貴 代表健康 所以這個靈芝是 有很多的 所以帶著靈芝 這個就顯得就是富貴家人 非常棒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冰種的靈芝玉配 值多少錢 來 值多少錢 請見價 恭喜同學 同學跟老公有研究 是不是 還是我笨笨的 我之前這笨笨的買了這些 其實也不是 其實老師 每一個人都有專長 因為如果每個人 都像秦老闆這麼聰明 那生意都不用做了 對不對 生意都不用做了 你要想你同學不會跳舞 他可能就有這樣子的眼光 對不對 這個上帝造人 這是非常奇妙的 他把一些優點 放在一個女人的身上 有的時候放得比較多 像俗紋就是放比較多 有氣質會跳舞 長得越漂亮 身材又好 又會跳舞 然後最重要的是 那氣質相當好 這個是真的是 花錢買不到的東西 所以沒關係啦 那些前面小撩而已 還撩吃 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 物件它是怎麼來的 好 你知道物件 這個物件怎麼來的 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手鐲 手鐲的這個中間的這個 這個叫環心 我整理了一些那個環心 來做的一些巧雕 是 這個巧雕 它本身它是有雪花狀的 然後上面就雕了龍鳳 就龍鳳城祥 漂亮 然後有一些透雕 透雕的方式 然後這個呢 它用一個厚薄 透度 然後薄度 來表現那個陰暗的部分 另外的話 也是一樣 它在把它 剛剛是透雕 這個也是透雕 但是有大小環心 另外這一個 更美了 這個它是一個佛像 但是你看它上面全部都雪花 全部都雪花 所以每一個物件 只要是這一個 看雕工師傅 這個設計師它是怎麼 看待這一塊 將來能夠讓它呈現 最高價值的 它就會去做巧色巧雕 所以我們這一塊的話 也是從那個環心來的 了解 水頭非常好 對啊 而且厚度也還不錯 是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連東風衛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